大家好,9月25日在重化有四組試集 和大家看看第一組草地1千米直六集 第一組集最高分是上進之星96分 這組集的時間59秒41不算快 一檔馬劍山峰63分4歲PP 羅夫全馬房,在外地叫Lim Synergy 廖康明煉,這隻馬是Lim Synergy 不知道會不會是新加坡林家那些人馬呢? 二檔快薄62分6歲PP 賀賢馬房,三檔天生救響 64分4歲PP,五彭治馬房 蟬勝寶居五檔94分,呂建威馬房6歲PPG 四檔上進之星6歲PP96分 有兩隻馬會賽伊的馬 我繼續用我自己的PACE去召喚馬 盡量調整一下,辛苦大家了 練習一下自己的口才 一起步的時候,比較慢一點 劍山峰幾步都上來 前面看到高分馬,上進之星近鏡頭 閃聖寶居也不慢 但是裡面劍山峰上來過了 外面那些馬,在第二位天生救響 第三位就是上進之星都比頭高 第四位在裡面快薄,包了落尾 鞄性寶居,頭馬,千里馬 四個來亞馬 intervention 前面劍山峰領先兩個經馬 Quality 第二位,天生救響 第三位仍然是上進之星 近鏡頭,灰馬,碧聖寶居第四位 包了落尾很快薄 縮了距離三個馬 Speed 陸維間的口感 уг全力 いた Trahamight 第三位是潜性宝区 快博过了那只天生救响 前面劍山峰好像想赢这部门 第二位是上进之星 摇着下去也过不了他 第三位是潜性宝区 第四位是快博 第五位是天生救响 天生救响未够 快博未够水准 劍山峰在外地赢了烂地 瘟尔在Nora初出那场输了 有榜利 外地的方法很难计算 但是Smartmixer的儿子 草地和泥地都没问题 这位是奥给8.75 潜性宝区 上将之星是免却8.75 两只马都没什么评分优势 两只马都要跑泥地 快博如势不错8.5 我觉得他好像 这只马很奇怪 很难发挥水准 时间不快 所以最高评分是劍山峰 快博8.5 刚才说了 潜性宝区和上将之星高分马 轻轻松松地完成 看完第一组 看第二组 第二组只剩下四只马 最高分57分的运来勇士 这只马又跑了六次 有一个第三名的 四岁PP 57分 五鹏之马房 这只马应该是有些分的 感觉上是四班惡的 二当就是同宝宝 五鹏之马房 52分四岁马 应该是考习的 合火奔驰 四岁PPG 52分 旅建威马房 Epplett的儿子 五当 16宽藤 No name ever 52分 3岁PPG 高东尼马房 四当是合火奔驰 我估计 一六 宽藤也没有彩衣 有些 推出了信德宝 沈集成马房 三岁PPG 哦 二难马 四当合火奔驰 入到集 OK 应该 好 删到 混来勇士 就准备开上去 咦 不得意的 哦 开上去 是不是 先看 哦 一起步的时候 比较快点是合火奔驰 马威彩的一六 宽藤包尾 但是现在好像 准备上来的 白色红色衣服 叫同宝宝 内蓝 混来勇士 比较熟一点 哇 好像是长颈鹿 为什么 领先了一条颈位 第二位合火奔驰 在后面 第三位同宝宝 包了下来 马威彩的一六 宽藤 头马前面马 四个马尾内 前面混来勇士 领先了一个马尾 好像跟得比较吃力 第二位合火奔驰 第三位同宝宝 第四位要骑 一六宽藤 应该未够水准 前面混来勇士 仍然先一条颈位 但是这只新马 很肯走 合火奔驰 第三位同宝宝要骑 第四位一六宽藤 脱开了也要骑 前面混来勇士 配开 可以在前面 越走越轻松 都是赢了半个马位 松着松着很肯追马 合火奔驰 第三位骑得很重要的同宝宝 过重点 混来勇士 应该赢出这早市集 第二位是合火奔驰 第三位是同宝宝 第四位 第四名 一六宽藤 不给评分 同宝宝我也不想给评分 很慢时间 接着合火奔驰 又给8.5 留意进度 这只马应该是第一次试习 试得不错 混来勇士 轻松 我也照给9分水准 我给之前的评分 因为这个评分实在太好 留意合火奔驰 这只马 可能是一只 挺有能力的马 好了 又看完第二组 看看第三组 也是一千米直路集 Hello 大家好 在Facebook 我仍然有个Prover 叫马记 2400个朋友 左右 亦都见到 账户受到限制 未来二十多天 今天是5月31日 去到6月20日 我都在其他群组里 留不到言 但是暂时 留不到言 也好 欢迎大家 可以去马圈逆行者 找一找我 这个群组 加入 多些交流 多些聊聊天 不用那么闷 另外也有两个组 一个叫做 WeChat彩马群 有所有关于这个群的介绍 也有我公司 我引入马匹的资料 Hong Kong Bloodstock 也有一个组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 马匹资料 公司介绍 或者是菜果 可以去Hong Kong Bloodstock.com 看看 看看 来到第三个老师 最高分 三只52分 59分 19时间正常 一档 人和嘉胜 7岁ISG 52分 审集成马房 很难赢 二档 马上旺上贵 13线 四个第三名 五岁PPG 40分 女健威马房 三档 城进寶区 49分 五岁PP 跑9次第三名 但是 他好像是一只泥地马 四档 小小五区 四岁PPG 52分 罗富全马房 三档是江南盛 五盘次马房 四岁PPG 52分 准备起步 看看进城寶区 会否逐有进步 日起步 都算齐 二档的马上旺 慢一点 人和嘉胜放头 但是在第四档的小小五区 几步就上来了 近镜头 带着黑色面固 就是江南盛 第三位就是 进城寶区 第四位马上旺 包美是内南人和嘉胜 出队最快是他 头马前面 两个半马位内 前面小小五区 领先了 松着松着 被他走 提着他走 手上前的江南盛 第三位是进城寶区 第四位马上旺 包美仍然是人和嘉胜 大概还有五百米路程左右 看到前面小小五区 放了出来 好像应该移到内南 都借借点颈力 江南盛 第二位第三位 没有改变名次的进城寶区 要骑的里面 人和嘉胜 准备上来过马上旺 后面那些马要骑的 前面也要松着松着 光南盛也要松着松着 只是进城寶区 按住 人和嘉胜骑的里面有反应 好了 去到最后階段 光南盛骑得比较重要 但是也挺不住 进城寶区 骑得挺用力的 看到里面人和嘉胜 上来跑第三名 第四位 第四位小小五区 如势不强 马上旺 一个重点就收回 近江城不让他走 马上旺 8.5 初起阶段 小小五区 如势不多 但是有些速度 8.5 光南盛骑得比较重要 8.5 人和嘉胜 8.75 进城寶区 我想给9分水准 我看到他今年真的有明显进步 但我仍然觉得这只马 是一只泥地马 但是今年 当然他曾经在草地上 跑得好过 但那场马的时间很慢 等等 我再找一次 因为我记得这只马 当时 因为 联马斯 和 各个买售 曾经不停押 押押我要 很便宜 奥斯曼德斯 我说这只马 四班未必有买赢 我当时就这么说 我不管你多少钱 还要卖到那个价钱 不可能会帮你收 不可能 我不会弄坏自己的名字 但始终也有些人会做这些事情 结果就 到了高巴伸道 现在有所谓言 今年没出过赛 但见到这只马 真是进展不错 这只马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他进展 我看到他今年很明显有进步 好 看完第三组集 看完最组一组 第四组集 最高分52分 线路通明时间59秒7 算是偏慢 一档飞马好威 五岁PPG 26分 赫然马房 二档最佳拍档 三岁PPG 46分 五盘志马房 三档极速满贯 五岁PPG 44分 黎超清马房 四档是一只线路通明 ISG52分 Invincible Spirit的儿子 高通来马房 五档精算其然 一开始上去 六岁PPG 38分 应该是着数 你见鬼马房的马 趁有时间 先说几声 有些朋友 都传了一个统计 给我看 做了一些事情 有某份报纸的名家 他有良出 他抄得很重要 当然 你看我一试集不重要 但原来我VCHET群的初选 都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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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看法比辞续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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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马好威和最佳搭档上来了 身上的颗颈是精算其然领先 但是近镜头这只线路通明 几步亦吹 好像现在跟着马尾 想移出来望空 因为很肯走 前面是精算其然领先 第二位应该是近镜头这只线路通明 在里面是飞马好威第三位 第四位是白色衫的极速满贯 拍着里面是最佳搭档 前面也身上的颗颈很肯走 精算其然第二位是飞马好威要骑 这只线路通明 很肯走 后面两只拍着里面是最佳搭档 外面是极速满贯 前面很轻松应该赢出这只市集 第二位要骑的 线路通明 但这只ISG马三岁 应该是生口勾 里面飞马好威要骑进去 骑进去都不可以过到他 第三位 前面精算其然很轻松赢出这只市集 第二位线路通明 第三位飞马好威 第四位应该是极速满贯 最佳搭档 极速满贯 今年好像暂时没有上年那么健康 不给平分 最佳搭档也是 前面精算其然轻松 但慢时间 8.75 这个评分有好处 要拖脚 飞马好威8.5 这只线路通明 我也给8.5 留意进度 可能是一只泥地好一点的马 但有速度 感觉上不是很生厚厚 好像挺好逗心 不可能没有买错的马 ISG这次也是 这只马要留意 但正常来说 应该是1400-1600马 下次是Charm Alice Charm Alice 通常都是中距离1400-1600 甚至更长的马 好了 看完四周集 明天十多周集 明天再和大家聊一下 拜拜 拜拜